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的麻辣。 今天,神为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圣经。 请你, 像以色列人一样,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 领取新鲜的抗野马辣。 一段经文, 一篇灵修小品, 一篇信息, 一个吐槽。 每日和祢一起领取马辣, 陪伴祢, 每日凌沙。 一篇信息。 欢迎您收听《抗野马辣》这个节目。 昨天,我们分享了一段经文, 诗篇131篇。 今天,我会和您分享一篇 《安静的时候》的信息。 今天的《抗野马辣》是 《安静的时候》这个题目。 《抗野马辣》 生活在一个忙碌的时代, 想要过简单安静的生活, 似乎是不太容易。 您是否觉得总是有事要办, 以至于没有时间休息呢? 离不开工作, 从年头望到年尾, 成为现代人的特质。 勞动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勞动中所获得的成就, 是没有付出努力的人不能体会的。 而休息是享受的转换。 正当的嗜好, 有益深深的活动消遣, 对于平衡熟灵的生活很重要。 就如同绷紧的缘, 需要适度的缓和。 要是长期过着紧张的生活, 就会失去了应有的效率。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德说, 只是知道工作而不知道休息的人, 由于就好像没有了煞车的车, 危险无比。 过度的工作会使人粗劳损伤, 所以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休息。 法国哲学家巴斯葛说, 世界上有一半的病, 是因为不肯放松, 不肯休息。 休息能为我们带来最自然的满足。 医学家告诉我们, 多休息, 花点时间松弛自己, 轻松一下。 很多精神和肉体上的毛病都会减轻, 甚至不弱异欲。 据说, 当仕途约翰在以弗所教会牧会的时候, 他有一个嗜好, 就是养甲子。 传说有一次, 有位长老打完猎, 回来的路上路过他家, 看见约翰正在逗弄甲子和甲子环。 这位长老远转地责备约翰, 不应该浪费时间。 约翰看着这位长老的功, 告诉长老听, 功松了。 长老就答说, 是啊, 在我不用的功的时候, 就会把缘松开。 如果一直让他保持在绷紧的状态, 就容易弹性疲伐, 在打力的时候反而派不上用场。 约翰回答说, 我现在就是要松开我心灵的功, 好让我能够更精准地射出属灵真理的箭。 很多人只是知道拼命的工作, 结果将身体弄坏了。 身体不好, 工作效率反而差。 而工作效率差, 就自觉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彼保, 结果身体更差。 这样就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如同神所做的大地需要环保, 需要正确地对待, 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在瑞典, 当一个人压力过大的时候, 或者开始有乱发脾气的现象的时候, 医生会建议他减半工作, 或者干脆休息一段时间, 放个长假。 等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再逐步从一半到全部地恢复工作。 一个员工因压力过大以无法继续工作, 造成的医疗和工作的损失是很大的, 对家庭也有不好的影响, 所以北欧国家很重视员工的优价。 传道书三章一节所罗门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休息, 安静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未曾看见的事物, 思想未曾思想的事情, 感受下我们忙碌生活中被忽略的事情。 从前有个年轻人, 他每天都非常努力地上山斩柴。 每当周围的老潮夫休息的时候, 他还是很努力地继续斩柴。 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尽管他已经这么努力了, 但他砍的柴都还是赶不到那些老潮夫所砍的。 年轻人不懂得为什么, 除了更加拼命之外, 他也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有一日, 年轻人又在混汗如雨, 拼命斩柴的时候, 有一位老潮夫在一旁喝茶, 好心地叫年轻人过来休息一会儿。 但年轻人心怕没有柴斩, 斩得不够就拒绝了。 老潮夫看着年轻人, 笑了笑地说:"哎呀, 傻子, 你一直斩柴, 却不去磨砺的斧头。 这把钝的斧头, 遲早会耗掉你所有的体力, 却又斩不了多少个柴。 只会耗掉。 顿时间, 年轻人才觉不到, 原来老潮夫一面休息, 一面磨斧头。 一把好的斧头, 让他事半功培。 每一斧头下去, 都达到最大的功效。 游食是帮助我们看得更清楚, 使我们能够更好地重新出发, 使未来的路走得更好。 西方有一句俗话说:"睡一觉再做决定。 言下之意, 睡一晚好觉, 有助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句话是很有科学根据的。 德国磊贝克大学, University of Lubeck, 的研究人员, 曾经设计了一项试验, 显示良好的睡眠, 真是能够增进洞察力,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且将结果 刊载在科学期刊之上。 马赫福音六章三十至三十二节记载,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 将一切所作的事, 所传的道, 全告诉他。 他就说:"你们来, 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揭一揭。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 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 他们就左船, 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当有需要的时候, 主带着门徒, 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揭一揭。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说:" 一小时的真诚, 严肃的沉思, 胜过几个星期空泛的交谈。 正所谓静水深流, 静静的淡水, 看起来静静的, 却是深不可测。 大越浅的溪流声响越大, 空涌的外表, 却没有深度。 《传道书3章7节》 所罗门说:"静默有事, 言语有事。 今天, 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 网络和各种各样的媒体上。 我们需要适时离开这些, 让自己安静下来。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 在他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会先花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讨告, 好让事情顺利的推行。 以赛瓦书30章15节经文提到,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诗篇46篇10节神说:"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在这个劳苦、 揭释、有罪的世界里面, 我们想要掌控这一个, 把握那一个。 神不要我们劳苦受烦, 在日光之下无止尽的劳碌泪心。 祂要我们活在日光之上, 要我们尽情享受祂, 在祂里面得罪一切满足。 所以不要居心狂傲, 眼目高大, 以为靠自己能做到什么。 尤其不要用你无法挽回的健康, 去赚取你用不到的钱。 很多人拼命地赚钱, 为的是过上富豪的生活。 在奥地里有一位男士, 名叫卡尔罗伯德, 卡尔罗伯德, 卡尔罗伯德, 他有一天大事大悟。 因为一直以来, 他觉得自己好像奴隶一般的工作, 不错, 但竟然只是为了那些他不想要, 或者他不需要的东西。 他拼命地赚钱, 只是为了过上别人眼中所认为的五星级生活。 但是过这样的生活, 他一点都不快乐。 没错, 他可以挥霍大笔的金钱, 买这个, 买那个, 但是他的心灵是枯干的, 是没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的。 最后, 他干脆捐出他四百七十万美金的财产, 成立慈善基金, 用来帮助拉丁美洲的穷人。 人生的精彩处, 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 而是我们, 幸尚的, 按着神所喜悦的属灵生活节奏来生活。 因为他周长的看顾, 我们可以抛开一切的挂蕾, 在安静中, 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神的儿女越是忙碌, 越要花时间与神独处。 不要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而是清楚知道, 神会像慈母抚养孩子一样抚养我。 我们终身的事, 在祂手中。 我们知道, 焦虑和其他负面的情绪, 对身体健康有很不好的影响。 当一个人放弃希望, 产生绝望感的时候, 对生理和心理的健康都是不好的, 尤其是不利于心血管和免疫系统。 比如, 忧愁, 什么是忧愁? 忧愁, 就是对未必会发生的事情, 有着过度的焦虑。 比如, 压力, 什么是压力? 压力就是我们因为无法掌控情况, 而产生极度紧张的情绪。 又秘于恐惧。 什么是恐惧呢? 恐惧就是对危险, 灾害和痛苦有极大的不安。 当人遇到压力的时候, 身体会分泌胶感神经素, 和身上线皮质类固醇等荷尔蒙, 帮助人来因应危机。 其中胶感神经素, 会让人的心跳加快, 血流上升。 如果长期处在压力的底下, 会因为胶感神经长期的亢奋, 导致心律不正。 而分泌大量的胶感神经素, 会使血变得笼稠, 阻塞血管, 造成心血管的疾病。 医学证实, 压力会造成高血压, 也会影响身体免疫功能。 在长期的压力之下, 我们身体所分泌的 腎上线皮质类固醇, 会减少免疫系统 淋巴球的数量, 造成人体的免疫力减弱。 而人体免疫力一旦减弱, 各种病就会产生, 最近究底就是压力。 浸言十四章三十节, 所罗门说,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浸言十五章十五节, 所罗门又说, 心中宽畅的, 尚享封言。 英国一个保险公司, 保城保险公司, 作过一项研究, 发现宽少和心脏健康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以彩牙书三十二章十八节经文讲道,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安稳的住处, 平静的安揭所。 感谢天父作我们的安揭处, 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都射给祂。 有主作我们的盾牌保护我们, 我们就能够世上的欢笑, 尝试歌众永会的神, 而不是一再重复, 让自己忧心的事情。 事片三片五节大伯说,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事片116篇七节诗人说, 我的心, 你要盈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用口音代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困难, 能带过神的旨意, 也没有任何重担, 能超过祂的主权。 神使人安静, 哪一个能够扰乱呢? 祂永恒的看顾, 使我们在平静安稳中, 随时重生得力。 但可惜, 很多人心中利弃神, 倚靠人血肉的宝庇, 光景一不好, 就深生仇苦。 事片六十二篇十一节大伯说, 神说了一次, 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负神。 事片六十八篇三十四节诗人说,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神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 祂的能力是在穷仓。 大卫的心平稳安静, 就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 神万事都能做, 祂的旨意不能够拦阻, 祂不会让我们累到倒下, 祂要我们安静的时候领受祂的份言, 得知当行的路。 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知道了一切而安息, 乃是因为辞定了这一位知道一切的神而安息。 亚伯拉罕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跟随神, 师奉祂。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提到,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当我们沐浴在基督的恩光中, 饱尝电里面的甘甜, 世界就对我们失去了吸引。 主要用祂的道更新我们, 启发我们, 将祂要做的事告诉我们。 像告诉祂的朋友阿伯拉罕这样, 使我们不在这个世界潮流中迷失。 那些清神就得听神的慈爱之言, 知道当行的老人是有福的。 主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 而我们应当好像受教者, 全渴慕的心安静聆听, 将主的话传记在心。 在凡事讲求促成的年代, 等候神往往要被行动来得困难, 但要知道, 神也都等候我们。 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经文说, 耶和华必然等候, 要施恩给我们。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经文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大卫满心相信神, 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祂。 因此祂说:"在祢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祢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是的, 在主的面前听闻主声, 得知主爱, 这个就是生命和喜乐。 这是一位苏格兰圣诗之王之称的 何修瑞波勒所作的见证。 愿我们都能够在安静中更深地认识我们的主, 将我们的失败、担心、 拘怕、受敌和浅套, 都安安静静地交给祂。 今天我们听了《安静的时候》的信息。 明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祈祷, 祈求神让我们明白, 何谓安静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